哈喽大家好,我是星星 今天终于要展开之前在QA和大家预告 想要做的影视作品系列 首先要先跟大家推荐三部美苏冷战时期的电影 第一部是《铁木行动》的《Courier》 这部电影是我想做这个系列的开端 电影的主演是班尼迪克·康伯败曲 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他 而且又是一部和历史相关的电影 根本就是我的命定电影 还没有上映我就相当期待 所以上映的第一天我就立刻去电影院看了 结果整个影厅根本没有别人 大家都在隔壁厅看真人快打 身为历史迷的我真的很伤心 而且看完之后觉得真的超好看啊 大家错过实在太可惜了 于是就开启了想要和大家分享 与历史有关的影视作品的念头 如果可以的话就请大家尽量找合法片源来看 老话一句我们不支持历史电影 还有谁支持呢 屏幕行动是根据真实事件改变 当时苏联正准备要将核弹运往古巴 对准美国的本土 苏联上下奥列格·潘可夫斯基认为此事可能会导致世界的核战 便想办法要将消息泄漏给美国 美国CIA收到之后非常的重视 因为奥列格·潘可夫斯基是美国可以接触到苏联的最高级别官员 但是派美国人与他接触一定会引起苏联的怀疑 于是美国CIA找上了英国的MI6合作 而英国则找上了曾经与捷克·匈牙利等中欧国家做生意的商人格雷威尔·韦恩 让他单纯到苏联去做生意 同时为英美情报单位以及奥列格·潘可夫斯基传递讯息 一开始韦恩为了避免惹麻烦上升并未过问讯息的内容 但久而久之他也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同时他和上校之间也渐渐开始惺惺相惜 在苏联组团至英国参访时 他还举办晚宴邀请上校到家里与他的妻子小孩一起用餐 上校也非常相信他介绍了自己的妻子和小孩给韦恩认识 但苏联此时已经开始怀疑有内鬼将消息泄露出去 英国与美国情报单位就立刻终止了韦恩的任务 不过韦恩坚持要再到苏联去告诉上校有危险 但这次韦恩没有安全回到英国 至于他和上校是否被捕下场如何 我就不爆雷了大家去看电影吧 我只能说康伯败区非常敬业 上校也演得很好超级好看 没有那么喜欢历史的朋友 当成单纯的谍报电影看也让人很紧张刺激 第二部是相对起来比较小品的电影 奇迹热气球Balloon 这也是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 让我们可以从平民的角度来看看冷战的这件事 故事是发生在两个普通的东德家庭 认真工作的年轻夫妻养育着年幼的孩子 生活在东德与西德交界的边境城市 他们不愿意年幼的孩子在思想被高度控制的环境中成长 从气球中得到了灵感 暗地制作热气球要飞往西德 但后来发现制作的热气球不够大 没有办法承载两家人 甘特一家便选择了退出 彼得一家人按照计划起飞 这次的飞行却因为瓦斯冠在高空结冰 无法继续点火 使得热气球快速下坠而宣告失败 彼得一家人回到了家里 过了好一段担心被发现的日子 等到风头过去后 彼得再度说服甘特制作一个更大的热气球 足够两家人一起乘坐 但是在热气球制作的过程中 彼得的太太却一度崩溃 他不知道带着年幼的孩子冒险逃亡 和让孩子在不自由环境中成长 哪个才算是负责任的父母 而此时彼得的长子也与邻居家的女儿开始了初恋 但女朋友的爸爸是一名东德秘密警察 小小年纪的男孩就被迫在初恋与秘密间做选择 再度出发前 甘特骑车到了父亲家 透过窗户和父亲做了无声告别 至于逃亡有没有成功 大家就看一下电影吧 虽然相对起来是比较小品的电影 但是可以从一般人的角度去看看东西德分裂 美苏冷战的状况 而且电影其实也是有蛮紧张的时候 相当值得一看 最后一部可能是大家比较熟知 由汤姆汉克斯主演的间谍桥Bridge of Spice 这也是真实事件所改编 汤姆汉克斯在剧中饰演一位美国大律师 詹姆斯唐纳文 他被政府指派要为一位在美国被逮捕的苏联间谍 鲁道夫阿贝尔辩护 美国政府当然已经决定要判刑 但是为了彰显美国和苏联不同 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还是要上法庭走个流程 大律师唐纳文不得不接下这个会被美国人踏罚 为苏联间谍辩护的案子 在辩护的过程中 他也渐渐了解 其实苏联间谍阿贝尔也只不过在效忠他的国家 最后唐纳文成功说服了法官 阿贝尔被判处30年监禁而不是死刑 三年后一架U2美国侦察机在苏联被挤落 飞行员法兰西斯·鲍尔斯被苏联俘虏 为了不上升到国家层级 美国CIA委托唐纳文前去和苏联政府谈判 交换双方俘虏的事宜 而在柏林围墙建好前 一位美国大学生到了东柏林找女友 被东德政府视为间谍 关押在东德监狱 唐纳文想要用阿贝尔来交换两名美国人职 但是苏联不同意 美国CIA其实也只在乎要交换回 有可能泄露军事情报的飞行员 但认为人命一样重要的唐纳文 坚持要将两人一起带回 他是否会成功呢 这部电影呢 因为是大导演史蒂芬石批驳指导 电影的质量当然不在话下 而且也还原了当时东德的接近 除了紧张的叠对叠场面 人心的刻画也相当的成功 有点感人 非常的好看 哦对了 在这部电影里面饰演逼购 美国飞行员的苏联官员 后来出演了刚刚讲到 铁幕行动里泄露情报的苏联上校 是不是有点有趣呢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还喜欢这个系列 如果有任何建议都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